上期我成功击败了超大型巨人,但城墙也因此遭到重创,这样的话巨人全会进来,因此团长决定让我夺回墙外,闪现来到目标点,第一件事就是放上象征自由的旗帜,在此期间还会有无垢前来破坏,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让周围的无垢靠近, 不料恶剧突然袭来,先将它周围的无垢清理掉,让你见识我旋风斩的厉害,不是踏马打他不不痛不痒,我抄别过来啊,别以为这样我就怕你,调整好状态直接反打,怎么还是没有作用,竟然给我打的汗流加倍了,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我无意了,发射信号弹,我靠是谁打我,不是你怎么趁人之威啊,前辈一定要好好帮我教训他,卧槽直接给我咬趋势了, 果然靠谁都不如靠自己,我直接小刀划破手指,变身超级无敌霹雳超大型巨人,我这一脚有60吨的力量,直接给你踩成肉饼,赶紧将贾丽亚德吞噬掉,成功继承恶剧之力,做出血脉收集装置,这样就能随意切换巨人体液,目前体内有两大巨人,来变个恶剧看看,来试一下威力,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,击败恶剧获得全新武器雷枪,还没消停一会就迎来新的任务,刚好让你们见识我雷枪的威力,一发雷枪全部坐下,雷枪还没舞热乎,又送了全新装备散弹枪,收到新任务发现了兽之巨人,居然在好面上,都就好景, 给他一枪就跑路,竟然还敢对我投花生米,你这只臭极极,谁给你的胆子,敢在我花生米,巨人面前扔花生米,必须制裁,直接吞噬寄了兽之巨人的力量,获得同款花生米攻击,回到调查兵团,与团长对话获得刀片,接受下一个任务,击败十个普通巨人,一枪崩倒一个,勾住GG,连续两枪击败巨人,接下来又要去占领三个据点, 123